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点,国际观察,也蒙和谈静待下半场新华设计者陈林,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也蒙和谈13日,在瑞典落下帷幕,也蒙政府和胡塞武装代表达成协议,其中涉及停火、换服和台达港控制权等重要议题, 分析人士认为,本轮和谈达成的共识很大程度上,可以缓解也蒙人道主义危机,但也蒙距离实现真正和平仍然遥远,和谈有成果和台达港控制权问题是本次和谈的重点之一,这一港口地理位置重要,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居民的大部分生活保障都精干港进入,也蒙政府和胡塞武装代表同意,在和台达地区停火并逐步撤离,联合国将同双方一起建立协调委员会,对和台达港进行管理。 双方代表还同意在南部省份塔伊斯开放援助走廊,并允许政府与开展排雷行动。 此外,双方还同意恢复游戏出口,将部分收入用来支付胡塞武装控制区内政府支援的工资,分析人士认为,和台达港市野门北部最重要的物资来源通道, 而塔伊斯则被称为通往野门南部大门的交通调道,这两条通道的通行如果得到保障,无疑将极大缓解野门人道主义危机。 实施有难度尽管此轮和谈取得了进展,但野门分析人士对和谈成果的落实并不乐观。 首先,胡塞武装在和台达问题上,做出让步很大程度上,是迫于战场上的压力,并非出于真心。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11月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发动猛攻,胡塞武装因此才被迫做出让步。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,双方立场随时可能发生变化,其次,目前的协议只是指明了大体方向,并未敲定具体细节。 不能排除双方在细节问题上的分歧,导致和谈成果无法落实的情况发生,再次,双方缺乏信任的局面没有改变。 就在13日的和谈闭幕一致上,双方代表还公开表达了对对方的不信任,不信任很可能使双方之间产生误判,导致新的冲突。 事实上,双方在此前和谈容也曾达成过停火协议,但协议的执行却不尽如人意。 也门政治分析家阿卜杜勒拉基·布希德耶尼对新华社记者说,瑞典和谈达成的协议是解决也门问题的重要一步,但双方对协议的执行至关重要。 此前不少协议在签订数天后就被破坏,难题在后面也门政治专家纳德瓦指出, 本轮和谈或许能改善人道主义危机,缓解紧张局势,但不太可能结束战争。 和谈虽然达成了一定成果,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梅斯出席和谈闭幕事实所说的那样,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 事实上,除了和台打港的控制权外,此次和谈并未涉及其他核心问题。 和谈前,也门政府再次强调,只有胡赛武装交出持有的重武器,也门才会迎来长角和平。 但目前来看,胡赛武装显然难以接受这一条件。 此外,也门首都萨纳机场的重新开放,也门未来的国家模式,胡赛武装的出路等都未进入本轮和谈的议题。 双方同意将在明年一月继续谈判,届时的下半场将是决定也门未来的关键。 此外,大国因素也不可忽视,也门冲突被认为是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之间矛盾的体现,而两国背后还有域外大国的支持。 这些大国未来将采取何种政策,也会成为也门在实现和平之路上的重大变数。